歡迎大家收聽、收睇議會內外 我是劉慧卿 今日我的嘉賓是嶺南大學的李鵬廣博士 多謝你 你很聰明 我榮幸 多謝你 你第一次上來我的節目 是的 多點來 我為何會找到博士來呢 就是最近我看了一篇新聞 有個組織說在培訓政治人才 你知道我們當然最要留意這些 就找了李鵬廣博士去幫他忙 我就立即打給他 博士很好 立即答應 他亦都說想講講 不只是培訓政治人才 而是講講整個管治制度 兩樣東西當然是相關 所以今天想找他 他寫過書的 你們可能都看過書 想你先講講 我們那個管治制度 現在是不是破爛不堪呢 其實管治制度應該有改善空間 這是肯定的 問題就是過去十幾年 我們的社會也很政界 好像不要花很多時間去看一看 究竟現在我們的管治制度也好 管治系統 究竟是否需要與時俱進 因為我們在九七之前和九一之後 經歷很不同的政治條件 社會的氣候都不同 九七之前基本上是一個英治的局面 管治香港的整個系統 整個人 政策 都是由英國主要是供應或支持的 但是九七之後 英國的因素就退居幕後 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九七之後 特區政府建立起 你整個管治制度 是沒有跟隨環境的轉變 譬如我具體的說 今天點題就是政治人才 其實九七之前 基本的政治人才或管治人才 其實是由英國那裏輸送的 我們有很多本地的公務員 那些叫政務官 這就是問題 九七之前其實政務官裏面 其實是有兩個層次的 第一個層次就是倫敦派來的AO 另一個層次是本地招聘的AO 這兩個表面都稱之為AO 但是他們實質的分工 以及具體的運作 兩個是很不同的 譬如我們根據一些解密檔案 大概在1974年的時候 其實當年麥理號和英國 已經說了很清楚 當時在香港管治 即是實際掌權的那班AO 其實是只有十多人 而主要都是由英國人去擔任 那是七十年代 那我們去到八十九十年代 但是去到演變的時候 其實他那個解密檔案裡面 大概有十幾二十個崗位 其實我對照華人是何時出任這些位置 其實第一個就是1979年 是誰 不是1979年 是1989年 1989年是警務處長李君夏 他第一個 就是入去那個很機要的位置 第二個就是1993年的時候 是陳方安生 他不是做保證師 反而是做公務員事務局 當時叫做全聚師 因為全聚師是管整個公務員的資源 那是機要來的 所以你看及後 就是1993到1995才是陸陸續續 華人有幾個 譬如曾蔭權等等 就是進入管治的核心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英國當時 麥理浩當時那封電郵 那封信外交部 為何會來問他 就是因應當時在戰後 第一批 46、47年的 當時請了一個華人AO 因為二次大戰之前 是不請華人做AO的 就是因為第一批請的時 去到差不多70年代 已經是60年代尾 已經碰到他們所說的 有三個層次的官員 而他說這三個層次的官員 在香港的解密黨內 就說一定要英國人擔任 但是他有時八個月放假時 可能有些華人的AO 就可能會加到那些位 就是處任 處任他的位 所以當時英國就說 這個是忠誠的問題 正如是安全的問題 當然外交部寫空上 說香港當時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你知道那裡有一條黃線 就是一條紅線 公務員經常說的 是Glass ceiling 那些位置可以看到 但是你不會去得到的 就是那條線 而那條線 華人到1979年 其實當年軍下 1989年的時候 是很後的 民職是1993年 你才跨越那個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看出 為何現在有些朋友說 本地的AO 當時主要是執行 又或者在執行的過程中 他有一個決策權 反而他不是在一些大政方針那方面 譬如說 兄姐 可能你說你也不太相信 麥理浩當時在七三年來香港的時候 應該七三年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治港大綱 跟著他來 這個治港大綱是解密了我們才知道的 就算我們在香港不做研究 或者這些知識不普及 很多都不是很明瞭 當時英國怎樣管香港的情況 當時麥理浩的治港大綱 姑且感到治港大綱 其實是他在丹麥大使退任下來 大概花了十個月 因為他同年年底才來香港理申港督 當時外交部和他 草擬了很絕密的檔案 大概是十幾二十板子 來到香港是怎樣移動的政策 怎樣移動的政策 以及說這個文件是絕密 任何一個香港政府的官員 都不能夠知道有這份文件存在 當時他的文件有三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是戰略的部份 如果我不看我們 戰略的部份是甚麼呢 他說當時他預計80年來初期 英國會和中國前度談判 他要用十年的時間 是要將香港改造成為 遠遠拋離中國內地的一個城市 從而換取談判的籌碼 這是一個大的戰略 來到香港有很多十年建屋計劃 免費教育 醫療 衛生等 連署等一連串的動作 其實就是要成就這個大的戰略 所以在這裏 意思是他管香港的時候 他不單是人是由那個派過來 而是主要的一些政策 董建華也有的 又說甚麼中藥港 甚麼千花港 問題是他的論證 例如我要有一個大戰略 例如說當時麥理會說 我要將香港遠遠拋離和內地的城市的距離 這是一個戰略的思維 那怎樣做得到這件事呢 你要有很多具體的政策 改善房屋 改善教育 搞金融 諸如此類 你才會成就到這件事 如果不是的時候 你怎樣說十年後 你怎樣跟當時說 香港是生金蛋的 如果香港也不是整個 整體的水平 不是搞上去的時候 你沒甚麼搞的 那你看回香港 是否九七之後 董建華也好 沒有這種大思維 他也有些事情 沒有人又跟他執行 哪一樣呢 出了甚麼問題呢 其實我們除了講政策之外 這是講政策研究 很多朋友以為政策研究 就在電腦裏搜集資料 世界各國怎樣做 聽住 別這樣 不是這樣去的 那是一個戰略思維 譬如說我們要去到某一個景地 發展到某一個狀況 從這裡去到目標的時候 中間是要按哪幾個按鈕 即是他有一個因果關係的論證 如果你做了一個按鈕 其實這個按鈕 其實跟那個是沒有因果關係的 你是死做難做 但做不到那個是甚麼 效果出來 董建華如果他坐在這間房間 他就告訴你 為何他施政策出門呢 就是你說陳方安生也好 其他人拖著他 不配合 陳方安生去到北京 給這個叫甚麼 廖輝 不是廖輝 高一點的那個 那個外長 前期深 大罵 我們香港出了甚麼問題 其實問題就是 九七之後 我們要對照 為何一定要講講九七之前 如果你沒有對照 其實你不知道 那個跳躍很厲害 意思是九七之前 我們是英治 九七之後 相當程度上 我們本身自治 但自治要有一個基礎 一你要有一個人 人的時候 譬如空降的特首董先生 他跟陳方安生為主的公務員 他怎樣去配合 但英治的年代 這個問題很少 為何呢 因為他派到香港的人 已經在英國 他是來自公共學校 他亦透過牛津劍橋 一齊 先後屆的同學 他又進去外交部 或殖民地部 派到不同人 共識過 他先前有一個 化學的作用已經存在著 當然他來到 你也有些高官 他喜歡打架 那是那個 性格 或者某些 處事不到 但基本的 處事方針 或者對於一些政策的看法 都有相當的共識 因為我們不說那段 情況大家真的不知道 麥理好的年代 英國派了多少官員 在香港管治 如果用一個 估計 外籍的三千多官員 三千多官員 散落在專業職系 或者是一些 AO 或者是警隊 他的管治團隊是三千人 因而沒有了 我們現在特區政府管治團隊 十幾萬 那怎樣 三千人 他下面是本地的官員 因為他處於一個指揮的階層 所以他們這個指揮階層 其實來香港是二千多三千人 如果你再講背景的時候 英國管治殖民地 他有一個叫做殖民地公務員隊伍 最高峰的時候 1955年的時候 這個隊伍相對於 Home Service 它叫做 Canonial Service 不是Canonial Office 是Canonial Service 相對於Home Service 英國本身 這支殖民地公務員隊伍 其實當時有一萬八千人 但不是在香港 不是在香港 散落 四五十個殖民地公務員 那講到香港 我們怎樣跟那個殖民地公務員 比較不了 我們沒有了英國人那麼厲害 因為我們不知道 有一個斷層 因為在1997年之前 這幾千人 隨著英國的米字旗下降 全部撤出香港 那他們離開了 那你一而離開香港 那你又要團補了 不是不厲害 而是你要成長的過程 因為一抽走 譬如我看 93、94 距離97 幾年而已 那年打到七彩的時候 那些人上去的時候 還不是第一層上去 第一層 在80、90年代已經打 已經消耗了 即是已經上不了了 有一班 陳祖澤 或者有幾個 曹廣榮 已經上不了了 因為中英的增壓 過渡期 大家不信任 是第二層第三層上去的 那你再看看 現在很多人說 如果大家了解這個情況 現在香港的AO 其實是什麼 是嚴重 是什麼 中上層是缺 因為那些人已經 清亡不接 已經提拔了 中間是不能上去的 有些人就去市場發展 就不是在那裡 所以現在 如果我們從一個系統的角度去看 其實97年之後 沒有做好一個工作 是什麼 就是一個系統的更新工程 意思是我們需要有相當的精神 或者資源 要投入去如何建立這個管治團隊 管治團隊 香港的論述裡是其中一個部分 我們的政策研究 你看看香港 不要說政黨 大學 大學不做香港研究的 大哥 你們明白嗎 而政府裡面 投放資源 香港的政策研究 近來多了 但是遠遠 是落口於這個形勢 因為 正如我所提及 英國管治香港 不只是英國派麥利號來 而是整個英國政府 整個智囊 整個研究基礎 是支撐著那種工作 為何香港政府 不在大學做多些香港的研究 這個也是 兄姐你問得很好 我已經跟別人吵過 爭辯過很多次 因為現在我們九七之前 大學的定位 當時是英國帝國的定位 譬如楊永強 我會選擇楊永強 或是東南亞或是印度 為何那些醫生會來到 香港大學醫學院受訓 或是招生在那裡招 因為當時從英帝國的角度來說 新加坡大學 和香港的學校大學 是為英國在遠東 遠東的殖民地服務培養人才 而當時培養政治人才 不是放在殖民地大學 當時培訓政治人才 是放在牛津、劍橋、LSE 那個位置 因為他在英國政府聘用這些人 去派殖民地管治 是在那裡 即是Candonial Service 或是五七年後的 Overseas Service 是在那裡招聘 所以在地的殖民地的大學 他不需要在政治系裡 搞政治培訓 領袖培訓 你現在看看 香港大學、中文大學都 我經常吵人家 已經很不喜歡我了 你看他現在搞什麼 搞公共行政和國際關係 為什麼搞公共行政 因為當時培訓公務員 是執行公共行政 他不是培訓 他出來怎麼選 怎麼打選舉 你覺得他應該做什麼 應該在某程度上 領袖培訓 以及議會 議會辯論 或者選舉 即是外國的大學 就會有這些課程 有 在美國 我找到一些學校 他根本是為從政鋪墊 一個知識基礎 他們分類是怎樣 從政的 在一邊 另外是 講這個 donation和campaign 即選戰 是一個專業 另外還有 寫speech 領導人那些 那些 因為那些是文字 諾和 要很多經典 人家分得這麼小 不是我們現在這樣說 兄姐你說 為什麼我們公務員 會升 走到就升到就會做 不是 其實我們要放回那個環境 為什麼一定要和九七之前去對比 九七之前不是最好 英治不是最好 但我們現在的體制 是基於九七之前英治走過來的時候 在那個體制裏面基本的元素 基本組成的東西 是拔走了 滑通了 那你就沒有去填 譬如你說大學現在 到現在為什麼 17年都不做香港政策研究 因為當時 他們訂了下來 UGC RGC 在香港如果學者研究 就去美國的學行 登才算 你研究香港 你現在可以登得到美國 是不行的 所以那些人要找飯吃 大學裏面 三年一個月 人家當然要求生存 那你就影響自己香港的基本發展 我講一數句 我真的覺得 為什麼我們現在這麼嚴重不足 在英國管香港的時候 你竟然投入去做研究 我覺得經費 我們要知道 我們根本不知道 人家在做什麼 他在英國殖民地最高峰的時候 在戰後4、6、5、10年 最高峰 你知不知 只是殖民地部 花了多少錢去做 殖民地研究 相當於以十六算來說 差不多是兩個億港元 但不只是說香港 那麼多個殖民地 但你問一下 兩個億 平均一年是2000萬 當時在香港的戰後 2000萬一年是什麼 我找出來 因為要別人 要一個比對 有一個reference point 當時在荷里活道 我兩年找到一棟 戰後的舊樓 就是四七年 你賣一整棟 不是賣一個單位 當時是整個號碼 是四層的唐樓 當時是什麼 是二萬多元 你想一下 人家投入 所以我們就說 知己知彼 如果我們根本沒有支撐 或者人家走了 已經有個大幾個洞 我們管治的階層 或者我們的社會 都不知道 原來那個洞 還以為是嗎 仍然是這樣 那就搞不定 你有沒有跟政府說過 他們聽過你的書 我到處都會說 他們怎樣回應你 不方便 不方便 但問題 我只是說出這個實際的情況 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基礎 都不夠的時候 而我們又不去 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是否北京的問題 其實北京也不想你搞那麼多 又不想你在這方面發展 其實可以這樣說 我相信北京都不掌握我剛才所說的 當然他不掌握 他不掌握 但是他不會想 他不會想鼓勵到你 又什麼政黨發展 又人才 肯定 他不掌握你 不掌握 但問題是他一樣 他的思路 就被香港當時主流的學界引導了 你現在是不是 基本法裡面 公務員住港 公務員是治港的骨幹 當時是錯誤的 你所公務員 你看看裡面包含什麼 他以為以前那些公務員都這麼厲害 不是 而是他沒有做過那個位 他沒有一個知識的基礎去支撐他 所以如果我們的知識基礎沒有的時候 這個我覺得嚴重地 在決策的過程裡面 你就會有偏差 譬如北京 到現在沒有人這麼說 公務員住港 你明白嗎 但現在回歸之前 天天說公務員住港 基本法裡面又說 要保護公務員 這個入職和九一之前 沒有什麼 但問題現在大家要注意 管治人才 和公共行政人才 是兩種不同的人類 你剛才說大學沒有這些課程 我們最近在立法會討論 來拿錢 提起有些 他都不是給錢 他借錢給他 港磚那些 在這裡搞 我們說 哇 要幫民建聯做課程 大家覺得很敏感 然後譚耀宗說 他說我們不是在這裡 他說我們去香港大學的空間 下學課程 也有 他說我們跟他合作 給錢給他 叫他度身訂做一些課程 給他去培訓 那些人未必全部都入民建聯 但是政治人才 他就算民建聯 都要這樣去做 因為進不了大學的門 大學是不肯做這些 他在大學裡面 我大學教了二十幾年 如果你沒有新的資源 你要去現有的政治系 或什麼系 自己洗牌 就是炒了一些人 開一些新的 這個我覺得很難的 你說你很難開口 等於我說 難道你搞公共行政關係 現在呢 因為要搞另外一些課程 那你是不是炒兩個公共行政同 都不行的 一個爭議很大 你們有沒有提出申請 這個就是要校方高層滾滾諸公 高層校長輩 那些 如果他不認識這個 他都 不可以假設他們知道 因為在不同的專業裏面 在不同的學科裏面 或者不同的研究 他真的看到的東西是不同的 即他的則重點不同 所以 其實我要補充一句 就算你現在培訓了出來 其實我也提及到 就是這個重症的階梯 是吧 即這個重症階梯 譬如說 你大學訓練完了 出來 做五年就是一萬多兩萬 做十年就是一萬多兩萬 做二十年就是一萬多兩萬 做二十年就是一萬多兩萬 你明白嗎 他看不到那個出路 懂了 做到社區主任 對 幸運做到區議員 幸運做到區議員 幸運做到社區主任 對 再向區議員跳過去 立法會議員說 那個門檻 即跨度很大 那你做到立法會議員又怎樣 不是 從症是想執政的 不是 所以你現在整個從症的階梯 沒有了一個誘因 當然我現在說 沒有物質的誘因 人家立即說 喂 從症是什麼 是資業來的 不是職業來的 講述念 是的 但問題是 其實我覺得 我們中華人 是泰國 講一些道德的要求 而是缺乏了 人的 我們叫做什麼 生物的 需要 是虛偽的 不是 因為你去從症 你不能拿著褲頭去從症十年 從症二十年 我開場的時候說 有些人叫你去跟別人培訓 政治人員 你跟他說什麼 十年又是萬多 十年又是萬多 其實我最主要是 因為那些是說一堂和兩堂 最主要是說 兩堂都培訓到 好厲害 所以我說應該 那個都好過沒有 真的好過沒有 好過沒有 而應該是有系統地 當然這一兩堂都是介紹的 或者有些 譬如說 半年的課程 也都 有不同形式 你可以說 大學本科要讀三年 也都可以 有不同種類的 因為如果這樣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適應不同的對象 所以如果我們不適應 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整個說香港講人自講也好 或者香港自己自治 或者去什麼 你沒有了一個基礎 一沒有知識基礎 而是沒有人才的基礎 譬如說 自己的基礎很簡單 譬如說 議會政治 其實議會政治 在英美那些人研究到 滾瓜爛熟 什麼的陰招也好 什麼的拉布也好 或者怎樣做amendment也好 或者怎樣發言 或者怎樣遞 或者做一些統計 過往 譬如說阿興姐 過往十年還應 他怎樣投 我預計下一次 去投某類型的 他就會怎樣投 但是他做這些 是做得很深入的 如果我們完全沒有這個知識基礎 先不要說黨派 站在哪個位置 如果你沒有這個知識基礎 去承托的時候 幫你去決策 你怎樣做呢 其實我們立法會秘書處 最近都做了一小貢獻 因為他就是令到很多東西上網 還有跟他收拾 就是投票紀錄 各式各樣 我最近都看到 有些全部都報導 就是幫助了那些想做研究 就是你了解 十年也好 二十年三十年 二會四十年 如何運作 但是這些都是最基本的資料 是需要一些學術界的人去研究 但是你就說 大學不研究 因為我說白 大學不研究 所以你就很吊解一件事 我們納粹人撥這麼多錢 去大學做研究 但是根本 我們研究的經費已經少 但是少之餘 他又不是有優先次序 現在香港管治有問題 或者香港那麼多社會問題 我們現在香港大學裡面 各大學 究竟花了多少資源 去為這些問題 去提出一些見解呢 這個我覺得 納粹人應該要問這件事 我做立法會議員 你應該要問的 我入了立法會問題 但政府也答不到 他就說 他就不知你們怎麼花錢 這是錯誤的理解 很簡單 在基本行上的撥款之外 如果政府覺得那件事是需要加強的 那你就額外 有一些專項 他就做些錢給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去搞 但這就是他處理的過程 問題是現在我講 培養政治人才也好 你哪怕培養了 你哪怕知識基礎 但是你的從政階梯 你不完整去的時候 意思是別人看到入行也有望 是會有一個自己的夢想 追求某些事 也能夠胡到口 那你才會成為一個規模 如果不是的時候 年青人又不入行 青黃又不接 大家去議會辯論的時候 知識的基礎又不夠 因為我找了那些研究員 但他們多數是在電腦面上 看別人 他就是把那些事實性 讓別人做的事 那當然是怎樣去撤回香港的情況 這裏我覺得 從政是甚麼 青姐我剛才提及 其實有台前有幕後 青姐是他的台前 幕後是甚麼 即是有一個很大的支撐的團隊 即是拿去助選 拿去捐錢 拿去演講 拿去跟別人談判 即是幕後 如果你沒有這個規模 這是說是立法會議員 但如果政府裏面 認定有台前司局長 但是幕後的大腦去想 那些政策或解決問題 即是我覺得 如果不是有相當規模的時候 我估計都會辜負難成 我們只是議員 我們有多少資源去請人 大家都知道 十多萬 你請十幾十個 你給多少錢 我們那個議員助理的流失率 是超過百分之三十 政府的流失率 就是百分之三百分之四 你怎麼搞 即是你看到政府怎樣花錢 在大學也好 在立法會也好 你知道他們的想法 即是他們甚麼都限制著你 但是香港怎樣發展 或者不能發展 我相信他們不是很緊張的 基本的問題 我覺得 如果我善意去想 是一個知識 是認知的問題 我們是集體知識缺失 用我這樣講 即是不是說他惡意 即是我們過往是沒有管自己 你明白 這是很坦白的 即是我們要承認的 而沒有的時候 相關的知識 是不是在我們內化了 即是不是在我們生活化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我們還不在這裡加強 在認識的時候 我覺得都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所以我就說 有些人很容易把一些簡法 說是否我們的人不行 或是否我們是否蠢些 或是否正 其實那不是蠢與正的問題 而是說我們香港有很多聰明的人 聰明的人導向了商界 金融發展 他沒有在政界發展 我們不是沒有聰明的人 之外他的專業分工 當時殖民地引導了 因為管治那部分 政治那部分 不讓華人去參與 一年就引導我們去金融城市 經濟城市 但當時政治是 英國是管的 所以如果我們一直不熟悉 那件事 突然說我們要講人自講 我要管 那你就完全搬商界的想法去 商界想法去 那就是董三爺 就不行了 你明白嗎 很簡單 舉個例子 梁錦松當時銀行沒有錢 經濟周期下降 那政府就下雨收啟 減少開支 商界當然是減少開支 但公營部門政府的想法 是逆周期 逆經濟周期的操作 如果經濟下滑 其實政府要加大開支 不是加大開支 商界的想法 生意不好嗎 那收少了 收少是不是經濟下滑 所帶來的死會衝擊 我給你壞消息 阿松又來了 他又要回來管香港 我請過他上來這個節目 不過他說不要上 阿松你也是上來講 回應你彭港 或者你跌過一膠 現在可能學到一些東西了 今天我們很感謝彭港上來 下次再有機會再來講 多謝 拜拜 拜拜 拜拜